小朋友们想要什么样的校园呢 我希望我的学校有像大溜滑梯的游乐园 我希望学校像博物馆一样 小朋友的心声教育处都听到了 基隆市政府规划三阶段的美丽校园运动计划 第一阶段投入了17.6亿元 逐步新建完成七所校舍与运动场馆的改建 不管是已经竣工的中正国中全新海景校舍 暖暖高中的活动中心及运动场 还是正在进行的仁爱国小与新一国小新校舍改建 及地下停车场等 都让师生有全新的校景风貌与期待 欢迎来到我们仁爱国小 这是我们的新校舍 那原本的校舍已经是50年的老旧校舍 那新的校舍带给我们很宽敞的一个学习的空间 非常的舒适 那非常感谢市政府为我们仁爱国小的百年老校 带来了新的气象 紧接着还有接下来的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 基隆市政府更计划广发英雄铁 邀请建筑设计专业团队投入基隆市各项教育工程 希望透过美丽校园运动计划 翻转传统学校建筑 提供师生优质的教学空间 更能与周周社区环境结合 成为带动地区整体发展的核心设施 逐步打造基隆成为真正的幸福城市 另外每年都很抢手的基隆市 公立与非营利幼儿园招生登记 今年全市新增了24个班 比去年多了522个招生名额 基隆市长林又昌表示 上任以来为了让青壮年市民 能够安心工作 特别加强幼儿与老人的照顾 其中2到3岁幼儿入园的比率 更从上任第一年的8.2% 一路上升到今年的33% 成长超过了四倍 孩子们的成长环境 市长都会很要求 像深奥的硬体设备真的很好 让他上学之后 妈妈真的是可以很专心地在工作这一块 林又昌强调市政府努力推动各小学都能附设幼儿园 目前暖暖区已经达到了百分之百 其他各区也都在努力 预计公共化幼儿园的数量将可达到七成 教育处针对今年的公立及非盈利幼儿园周深登记 也特别设置了QR Code 家长只要扫描 就可以及时掌握所有幼儿园登记的状况 方便家长为家中的宝贝选择最适合的幼儿园 再来看看特色游戏场 不管是宽的、抖的、弯的 想要怎么撩 小朋友都可以自行选择 见得幼儿园的小朋友热情地牵着市长 逛特色校园游戏场 超级开心 像这样有特色的游乐场还会继续下去 市府向中央争取了3900万元 提供给38所学校实行改善计划 积极规划各校 重建拆除改善儿童游戏场 未来将逐年完成全市所有学校及幼儿园 儿童游戏设施改善 丰富好玩的邮据 要带给小朋友全新感受 玩得开心 又有教育意义 而同样身具教育意义的 还有暖暖同军入营中心 现在大变身 经过市政府多年来不断努力 解决了土地、建物 以及自来水等各项困难问题后 再加上委外经营业者的细心规划和整理 改造变身为同军生态游学中心 也叫做拉破破村 市长林欧超认为 应该是北台湾最好的亲子露营场地了 除了提供一般同军露营场地之外 其中住一晚寒餐时 一万元左右的顶级帐篷区更是吸睛 希望未来能够带动基隆 以及暖暖地区的整体观光发展 硬体设备充实后 还要有丰富的软体设备 为了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 市政府向中央申请千针计划经费 设置了18座社区共读站 市政府也沿拟开放原则 协助学校在放学后及假日开放共读站 让校园与社区共享阅读资源 就是要让阅读在各地开花结果 鼓励孩子打开内心的门兑现梦想 市政府109年度 共采购了1114多万的优良图书 到全市的国中校 丰富学生的阅读实体书库 让孩子逐梦就从阅读开始 市长林佑昌 作为基隆城市的领行者 不仅优化提升城市的硬体建设 更用心栽培基隆的孩子 所以执政以来 大幅提高教育经费 引进大学资源 扩充教育能量 推动班班数位化 规划全方位的教育内容 培养基隆学子各方面的智能 让基隆 不只蜕变成一座建设进步的城市 更让基隆 变成一座有深度涵养的城市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